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4号 记者会上表示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资料显示 截至23号已累计830名的确诊个案 其中177名重症25名死亡 而在台湾23号新增70名疑似病例通报 共累计134例 其中一例确诊27名已排除106名隔离检验中 而跟确诊个案近距离接触者当中 有一名出现发烧症状 那他46名的接触者 其中22日新闻稿发布的这个 他有轻微咳嗽 那没有发烧的接触者已经恢复 那昨天 不过昨天另外有一个接触者 出现发烧症状 因为他现在是符合我们的一个新的定义 所以我们现在会请他去就医 中国武汉肺炎疫情蔓延 适逢春节流感高峰期 为了减轻急诊人潮 疾管署宣布从1月24号到2月29号 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的用药对象 只要是类有感的病人 那到我们这个公费的抗病毒药物的这个医疗院所 那经医师临床评估 符合流感的诊断者 不管他是什么国籍 我们都都可以提供公费抗病毒药物 疾管署也重申有发烧症状的民众 不需要特地到疾管署指定的八家指定医院就诊 只要到一般医院就医后 如果有疑似情形 就会直接通报裁检 原市新闻 台北市采访报道